《建国南路自宅》 是台湾第一栋中国现代建筑 这个经典建筑几经转手 结果在1970年代被拆除 时隔40年后 由王大宏建筑研究与保存学会主导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旁 重新复刻这栋自宅 这也是台湾首次复刻的现代建筑 这栋房子刚盖完的时候 那时候全台湾其实只有成功大学建筑系 早年这些成大毕业的学生 或者说建筑系王大宏的一些朋友 包括陈其宽 包括张道康 经常会络绎不绝来参观这栋房子 盖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建筑叫高尔潘 他说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1954年那一次 看完这栋房子有没有 离开的时候 心情悸动到三天睡不着觉 但你可以想见 在当年资讯那么缺乏 有点像民歌想要唱自己的歌 想要盖自己文化的房子 我们提的那个identity 你可以想见 有一个人从哈佛大学回来 受过那么好的教育 然后老师这包含子的校长 悲悯的同班同学 然后他回到华人社会 盖了一栋有中国味道的现代建筑 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台湾过往 在建筑上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因为你看它是一个90坪左右的房子 里面盖了一个大概26坪的小房子 但实际上这个房子非常有味道 因为我觉得他把中国庭园的精神 跟何越人的精神结合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并不是透过一个传统的方式 但王大王非常巧 因为他知道中国庭园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动线 透过动线的转折过程当中借进 各种手法把中国庭园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建筑自载 是从南向围墙的门进去 然后到玄关要转折 然后你要再转90度 等于就是转了180度 你才会回到客厅的空间 然后在第二次从玄关要转到客厅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浅院 所以其实它是透过一个动线的方式 把中国庭园的方式呈浅在前面 所以右手边你就看到那个月窗 然后月窗窗能打开以后 你就看到外面的竹子 所以你就顿时会觉得 好像王大王的整栋房子 像中国庭园的庭械 然后更好玩的是在南向 它摆了两根铸铁的柱子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两根铸铁的柱子 刚好把那个立面隔成三开间 感觉上它又好像跟中国合院有关系 因为中国合院外面经常都会 有一个半户外空间 会有两根木头的柱子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说 中国庭园的空间跟中国合院的隐喻 好像都被包容在这栋房子里面 王大王的房子可以远看 远看像现代建筑 我们近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手工感 就是表示什么 它可以把东西做到很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去欣赏王大王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父亲那时候因为在苏州读过书 他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 他可能对苏州的建筑就有很深的影响在里面 包括我们讲建国南路 他有一个跃动窗 那你发觉他有用了一些所谓的格子窗 甚至于他会用颜色 我父亲非常喜欢红色 因为红色他觉得中国人讲的很有喜气 像建国南路他有设计了一个灯 是红色的一个立灯 感觉起来就像是中国一个红蜡烛那边 这栋房子当初在建国南路这个基地上的时候 四周的房子都是非常矮小的 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高的一道墙 因为没有一家房子有那么高的墙 事实上我父亲觉得家可能就是一个 好像就是让一个能够完全放松的地方 不希望把外界的纷扰到家里来 事实上这种手法也用在近南路轰路上面 在临街面呢 他是用到石墙把住宅 把里头的空间跟外面隔开来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住宅 你看都是一个内省式的 可以沉思冥想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围观的世界 相较于外面那个大世界 我们有一个封闭起来的心灵 我觉得中国人几千年来发展出这种 所谓的合院建筑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化 你看科比一很多作品都是 一样有很高的围墙 因为在二十世纪初的这个 《前卫主义》很多这种诗里面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风格跟学派 我觉得风格派里面最有趣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 freestanding the world 就意思是说 那个墙跟墙尽量不要靠在一块 让那个空间的那个空气是可以流动的 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跟那个空间之间 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在MISS的作品里面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 其实这种房子那道白色的墙 这道白色的墙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 它不只是让客厅这个地方有个背景 然后可以捕捉光影 它同时其实是 还是把所有的空间 透过这道白墙 把它串在一块 我们可以在客厅有没有 隐隐约约透过月窗 看到外面的主意 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法 其实是跟MISS非常接近 所以我觉得这栋房子 非常厉害的一件事 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非常MISS 但事实上里面隐含了很多 我觉得中国的元素 王大宏 王大宏是台湾第一任外交总长 王宠慧的独子 年轻时在英国建桥 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建筑 是德国现代建筑大师 包浩斯校长葛罗培斯的门生 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的 华人建筑师 王大宏有上百件建筑作品 大多完成于1950至1970年代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公共建筑 有国父纪念馆 外交部 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净土原案 当时我有问过我父亲就说 你最喜欢哪一栋建筑物 他也不回答 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外交部 他说也可以这样讲 到现在来看 经过那么多时间了 他还是那么漂亮 我觉得他的设计 他琢磨最多的实在整个设计的 就是建筑物的比例的问题 就是长宽高的比例 他是修改再修改 他有讲过 他说这个建筑物如果比例好看的话 就像一个女孩子身材好 你不需要化什么妆就很漂亮 这栋房子其实有用中国斗拱的这些概念 不管是那个顶楼的元素 或者是我们在进入口的雨壁上面的那个天花板 都充分把那个中国的木构造元素 我觉得很纯熟地把那个中国传统语会 放在外交部这栋房子的一些 我觉得重要的地方 这栋房子我觉得还另外一个很有魅力 但是一般大家比较没有察觉的是 他贴了有点象牙色的马赛克 这个马赛克其实在当年 我猜外交部的工程经费 他其实不足以贴大理石 我觉得王大王用一个方式证明 小口马赛克用得好的话 也可以贴在那么重要的官僚建筑上面去 王大王对任何材料都没有偏见 他懂得运用材料 建筑师要知道这个材料 我近看跟远看 在阴天跟阳光非常强的时候 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 意思是说如果你判断错误的话 这栋房子就毁掉了 你今天去看台大的这个 庆林工业研究中心 因为它做了一个 很多很多的这个水平遮阳板 所以你开车经过那个地方 你就会觉得说 有一栋建筑看起来很大 一直都在你的视觉的画面上面 好像一直都没有过 你看王大王就有办法 把那个很简单的建筑 去跟都市对话 王大王的公共建筑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外观 那外观其实特别是 表现在所谓的这个屋顶形式 那当然像哈宝德先生 有讲过一件事 他说其实中国建筑 最重要的元素其实就是屋顶 就意思说如果你屋顶没能够表达出中国的味道 那你就很不容易传达出中国建筑 比如说第一学院工业 就台大那一栋 你看它的屋顶是用折板 然后那个折板其实折得非常好玩 假设我今天我是这个折板三角形 别人就这样三角形 王大王不是 王大王是往你那个方向三角形 这样有什么效果 会有起俏的感觉 故宫博物院 那当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你看 就一个是倒闪状结构 而且是反曲线的倒闪状结构 所以他从下面往上看的时候 那个曲线就特别漂亮 那个案子后来公不得奖了 是我父亲是第一名 国外他们的建筑师都觉得 我父亲这个作品是最好的 可是蒋先生不欣赏了 要修改成中国这种所谓的宫廷式的建筑 他不愿意就把这个案子给放弃掉了 我觉得他认为中国人 就是应该要有中国人的建筑 而不是完全抄袭西方的 但是他觉得中国建筑 也不是完全模仿以前的 所以他自己讲说 他觉得应该要把中国建筑这条路要走出来 他这种想法 因为他太前卫了 他的想法很多人并不一定能够接受 这是大概我觉得他最有挫折的部分 他后来那么多挫折 就比如说故宫博物院 建筑明明是拿第一名 然后又硬生生的被换掉 国务经营馆他也是第一名 然后在位者又希望他改设计 希望他改得更中国 更宫变式建筑 林玉堂过去是王大宏设计的 但如果王大宏如果他还可以回答你 千万不要跟他讲说这个是你设计的 他会有点不高兴 他会说那是林玉堂设计的 林玉堂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学家 本来王大宏认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中国现代建筑 但林玉堂却没有给他机会 那我觉得那个失望在王大宏的身上是强烈的 为什么因为他都觉得如果连林玉堂都要盖一个西班牙式的房子的话 那别人就不要说 华人我觉得长时间的这种受压迫 然后在文化上面被侵略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华人都没有自信心 在那个年代 所以所有的华人都希望他当他有钱的时候 想盖一栋西方式的房子 古典建筑还不是现代建筑 那王大宏认为我们活在那么荒谬的时代 最后能够让他自在表达的东西只有文学而已 他讲过一句话就是他一生中想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画一幅他喜欢的画 第二个就是做一首他喜欢的曲 第三个就是设计栋 他觉得漂亮的建筑 所以他后来有设计了一个分约纪念碑 当时是在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 是台湾准备把这个纪念碑捐给美国的 但是后来因为中美断交了 这个案子就停摆了 这个纪念碑设计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他自己就是业主 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他可以做到最完美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认为现代建筑一个概念其实就是 既有西方的新的技术和现代性 但他又有你原来这个文化里面的氛围 我觉得王大王在做的事是这件事 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也都在做 日本的安藤宗雄 或乃至于安藤宗雄的前辈 丹下建山其实都在做这件事 那我们为了让台湾这个建筑文化 能够像戏谱一样能够往下延伸 所以我们认为重建建筑南洋室宅 可以表证这样的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更年轻的这些学子 能够看到这个房子 我们可以批判心的再往前走 但是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看得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